今天是24节气中的金植 代表着春天到了 春雷初响 大地万物开始萌芽生长 而根据宜兰气象站表示 这段期间通常对流旺盛 气候不稳 会有打雷情形 但气温会逐步回暖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金植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春天到了 春雷会初响 大地万物开始萌芽生长 而正也是农夫忙着插秧的季节 农田里四处可见农机插秧的景象 成为这个时期特有的农田景观 也有春天的气息 之所以会有春雷乍响 根据宜兰气象站表示 因为这段期间对流会比较旺盛 天气不稳定 所以较容易来打雷 气温部分则是会开始的逐步回暖了 关于金子 金子的话就是打雷 比如说是春天的话 这个海已经太大了 春天天气来讲的话 大概来讲经济发展比较不稳定 因为不稳定的话 特别好 如果说有一道封面过来的时候 在封面上 比较有一些对流云的发展 比较旺盛 这个时候就容易有打雷的天气了 但是金子不代表说有可能会 但是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也是有雨不会来 比如说定期以后 从金子开始的话 以后的天气的话 就有封面天气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有雷雨的天气就死了 宜蘭气象站表示 这几天受到封面的影响 天气也不稳定 到12号之前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发生 乡亲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在宜蘭的话 天天的话有点下雨 在等待雨 而天气的话也蛮冷的 当然有些的话 已经受到一个大雨人去谈的影响 但这种春天的话 天气变化很快 一直在明后两天的话 温度上面会稍微回升 但在天气来讲的话 还是会有点 但一直在9号 10号的话 又有一个普通的道路去谈 以后面的影响的话 这个时候 宜蘭地区的话 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 而且温度的话 又开始在下降 到然后10号以后 温度会稍微有些回升了 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12号这一段时间的话 天气来讲的话 都是以下雨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24节气当中的经止到来 弯路开始苏醒 辉别寒冬 迎接春天的来临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明 采访报导 我咸改天的来音乐 夜明显说得来的 青岘 一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